这绝对是今年最恐怖的电视剧 它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亚洲怪谈》第二季 本季由六个独立的故事组成 每集的故事素材 原亚洲各地区不同的恐怖传说 这部新剧的开篇之作 名为《宋煞》 由纵协系列的原班人马丹刚制作 宋煞的男主角是金钟世底吴康人 他曾主演过高分恐怖片《诗意》 而这部由他领衔主演的宋煞 全程高能 特别适合胆子大的粉丝独自观看 故事要从我国台湾省 丧葬习俗之一的宋煞说起 宋煞俗称宋肉粽 但肉粽不是真的肉粽 是用来比喻上吊自义的人 而宋肉粽是指引亡魂出海的除煞仪式 这天晚上 路上鞭炮声 发气声锣鼓喧天 宋煞的队伍浩荡荡前进 沿途住家的门窗紧闭 没有人敢出来看人 因为他们都知道宋煞的禁忌 可刚从婚礼现场离开的大美丽 却不知道宋煞的禁忌 大美丽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顾法师的警告转身离开 她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就在大美丽来到人字行路口时 怪事发生了 当大美丽重新苏醒时 已经被丈夫小帅送回到了家中 小帅说的话让大美丽错愕不已 很明显 她已经不记得在人字路口遇到的事情了 同一时间 法师把肉粽送出海 完成了送煞的仪式 诡异的是 大美丽却在这时突然呕吐 然而更可怕的是 她从浴室离开来到楼上 赫然发现婚纱上面 竟然出现了一大滩血迹 她来到浴室清洗婚纱 可不管她如何清洗 也洗不掉上面的血迹 无奈只想 她在第二天带着婚纱来到干洗店 结果发现干洗店的老板不在家 就在她离开这里的时候 遇见昨晚警告她的法师 大美丽以为法师危言耸听 再加上她不相信怪力乱神的事情 就没把法师说的话放在心上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出乎了大美丽的预料 她回到家中打算清洗婚纱时 发现水池被堵住了 她用铁丝疏通下水道 从里面勾出一撮头发后 发现上面竟然还戴着一个耳环 到了晚上 大美丽拿着耳环 质问下班回家的小帅 小帅没有对她掩盘告诉大美丽 耳环的主人是前女友 放心啦 到底干干净净的 小帅为了让她安心 把耳环扔在垃圾桶内 然而就在二人从这里离开后不久 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几天前的晚上 大美丽感觉被子下面出现了什么东西 她掀开被子查看 结果被映入眼帘的一幕 吓得瞬间头皮炸裂 从那晚以后 大美丽经常发高烧 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小帅带她来医院检查 没想到被医生告知 大美丽怀孕了 诡异的是 他们一向都有做安全措施 怎么可能会怀孕 但小帅并没有意识到不对劲 她正沉浸在当父亲的喜悦中 只有大美丽一人觉得是有蹊跷 而且她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母亲 几年前 大美丽曾怀过前男友的孩子 但前男友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渣男 根本就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 她让大美丽独自一人 去医院堕胎后没几天 就跟她提出了分手 这天晚上 大美丽梦见以前堕胎的场景 谁知她刚从梦中苏醒 就见到极其恐怖的一幕 只见被子上不仅出现了大量血迹 而且还有婴儿的哭泣声 不断从被子下面传出 更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 门外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人 在这之后不久 小帅下班回家来到楼上 看见身穿婚纱的大美丽感到十分疑惑 她走上前询问 谁知大美丽突然对小帅说 小帅当时既惊恐又疑惑 就在她望着行为诡异的大美丽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大美丽不知道 死亡早已步步逼近 第二天早上 她发现婚纱上面的血迹越来越多 诡异的是 曾经被小帅丢掉的耳环 竟然出现在了上面 她带着婚纱跟耳环 找到之前警告她的法师 法师告诉大美丽 那么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死者的遗物 会出现在大美丽的家里 此时法师告诉大美丽 上个星期有个外地女人 身穿红色衣服在本地自尽 她的母亲告诉法师 女儿在临死前打电话告诉她说 死也要死在前夫家 前夫 她妈妈说她 离婚已经半年多了 法师说的话让大美丽错愕不已 难道说小帅是这个女人的前夫吗 这个五雷令你拿着 她可以帮你挡煞除恶 保护你跟你的孩子 法师告诉大美丽说 她会在今晚开坛收杀 并且嘱咐她回家之后 千万不要出门 因为煞气在没收之前 凶恶异常 到了晚上 法师这边开坛收杀的同时 小帅也下班回到了家中 她被大美丽质问 死去的外地女人 是不是她的前妻 小帅嘴上不承认 但脑海中却浮现出前妻的记忆 你不要晃了 你吃的用的都是我买的 她伤掉跟你有关系吗 小帅在大美丽的逼问下 说出了真相 原来她偷偷给前妻 送了一顶有颜色的帽子 当前妻得知真相后 小帅也对她提出了离婚 但前妻想挽留这段婚姻 对小帅死缠烂绑 可最终她还是没能留住小帅 她是个疯子 她在我们结婚的前妻 跑去自杀 我不告诉你是因为 我真的吓坏了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 同一时间 宋莎的队伍已经来到了海边 诡异的是 在场所有人都听到 女人的哭泣声从婚纱中传出 话音刚落 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不要忘了 吃着 用着 都是我买的 终彼超留 小帅把大美丽抱到楼上 突然发现五万阴风阵阵 她来到楼下查看 结果被映入眼帘的一幕 吓得瞬间头皮炸裂 前妻二话不说 死死勒住小帅的脖子 这种时候不出意外的话 小帅很快就会窒息而亡 然而就在这时 就在此时 法师点燃婚纱 完成了收杀的最后仪式 这也导致前妻被消灭 让小帅二人活了下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一年后 大美丽签下小帅送来的 离婚协议书 就在小帅离开大美丽家里的时候 她的左腿上 突然出现了一只小阿票 原来在前妻没死之前 就已经怀上了小帅的孩子 而法师收杀收走的 只是前妻的鬼魂 并没有把她的孩子一起收走 至于小帅最后的下场如何 我想各位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亚洲怪谈第二集一共有六集 每集都是独立的故事 如果你也喜欢看这部电视剧 想知道七五集的剧情 记得关注唯一说电影 唯一陪你一路追下去 咱们下期补剪补散